小莉青,来和爷爷一起车纸飞机啊 哇,爷爷快看 织繁叶茂,金碧辉煌 这便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超实体广场 万锦广场 而她的主人正是我 淑女中的淑女 精英中的精英 莉青 就从这小小的蓝亭开始 最终全世界的房地产业都会在我的掌控之中 立即展开封锁 超,超管局 我们要查封并拆除这栋违规建筑 这,这,这,拆除 不准拆除,这是我家,我的大龙 你的理 莉青小姐 你早就因为债务危机将大罗卖给全联了 怎么可能 我,我可是精英中的 是吗 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现实 对啊 我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不把这些破烂卖掉 今晚就要饿肚子了 又做噩梦了 亲爱的朋友 我又来委托你了 清空大楼 和全联周旋 应付超管局 走街串巷 怎么这么多事 不过没关系 这次一定要让所有人开开心心一起赢 最好如此 我会时刻监督你 别忘了你的欠款 大力花的收管情况迟迟没有改善 分局会随时准备建议 大小姐 谁叫你总是看着这么不靠谱呢 等等 别急别催 我能讨定的呀 爷爷你总说 真正聪明的人 日子都要糊涂着过 但我还是觉得糊涂 好难呢 我还是觉得糊涂着不靠谱呢